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大部分的症状就是说 他可能运动完或是走路完 他觉得宽部的周围有一些痠痛 或是说他活动的时候 他觉得在某些角度有卡卡的感觉 那有些人可能休息一下就好 他会认为是过度使用 但是他下次又在活动的时候要跑来 症状又跑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患者 很多人都被误认为是一个肌肉疲劳 而且没有去做一个X光的检查 所以延误诊断的时间 那当然有一些患者他是 比较厉害的时候 他可能就像一般的退化型关节炎 走路就痛 或是说他睡觉的时候 躺到患册他也会痛 或是说他某个角度 他就会引发他的疼痛 那大部分这样子的患者来求诊 那因为这发生比率其实很高 人口比率大概是1-3% 女生又特别多 那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做手术 一般我们讲 现在做矿弯节的节骨手术 或是所谓的矿弯节保留手术 越早期的诊断 越早期治疗效果越好 患者比较有机会 就过着跟一般人一样的人生 这一生平的刘主 除了话 这一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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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二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